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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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他真的急了 公司丢失了三千万 我查过对于心怀公司来说 三千万几乎是他全部的家当 陈队 一到十五楼所有办公室都没有发现 队长 各楼层的楼梯间和走廊查破了 排除 保管 大厦后院及附属建筑排除 掌心 你去看一下外面怎么回事 是 喂 知道了 这位记者是从咱们来的 估计韩文婷的死讯已经传出去了 是韩文婷的微博 微博 不可能吧 难不成韩文婷在阴操地上 接跟往线发过微博说 我韩文婷寒冤待遣 你说的 一点都不得了 就在二十五分钟之前 韩文婷的微博 发布了她自己的死亡照片 出队 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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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警官 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线索 各位媒体朋友们 请稍微安静一下 对于韩文婷被害一案 我们正在努力的争办当中 但是目前的细节 我们还处于保密阶段 不太方便透露 有什么不能透露的 白办公室这些权 有什么不能说的 好吧 无论受害人是明星 还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都是我国 公民 必将受到我国法律的抗讯 我们警察在办案的过程中 一定会保护每个人 一定会尊重每个人 最后 我再说一点 我们定会把她身上一旁的 请大家关心 那韩文婷死亡 是不是可不要闹关你 休息 休息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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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那不就是李楠 所要上午高送来的 不过她的情绪 有点不太稳定 你们要注意一下 好的 谢谢 那你先去忙吧 不可 对 我都不可 通知陈队 给娘找着 好的 陈队 嗯 对的 找着了 好的 明白 你看 许哥 请多让我们抓紧点 月亮 一会儿主要由你来接触 女孩今天会显得比较亲近 这样 也能对我们接线也够小了点 嗯 对 跟你说 走开 你走开 别过来 你别过来 好好好 我不过来 别紧张 走开啊 你别过来 你走开啊 你走开啊 你别过来 你走啊 走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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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一下子发作就发作了 医生 医生 这李楠究竟怎么回事 他这是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病情发作的就要靠震惊剂 你们呢等病情稳定些 再跟他接触 那查出来他这是有什么引起的吗 病情只有病人自己知道 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点 那就是他肯定受到了什么强烈的刺激 甚至于是威胁 啊 谢谢你医生 好 徐哥 我好像明白点什么了 会不会是 因为手机啊 是的 那我们现在是去找他的手机吗 走开啊 哎 没错 李楠是空气手机 他的手机里一定隐藏着秘密 而且这个秘密一直压抑着他 以至于导致他现在别人 那我们现在是去找他的手机吗 把被害人的所有的视频监控录像 我想再排查一遍 嗯 武贺 你是电脑网络方面的专家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啊 那队长我 他就这么做是 这好 你也有试图有试图 蛮可观 那好吧 都没有成功 那么这个人的禁术 跟你相比 不在我之下 更客观的来说 可能略高我一种了 不是吧 吴哥 居然还有人能让你自愧不如 是 事实就是这样 我追踪到的最后IP地址 是位于国外的某国服务器 当然了 这个没有什么让我感到惊奇的 这个人敢发布韩文婷死亡微博 那他必定会利用IP地址虚拟器 或者直接翻阅到 国外的某国服务器上去操作 通常这两种方法 在一般状态下是可以追寻到诡计的 但是让我感到惊奇 让我感到佩服的事 这个人恰恰运用一种极为罕见的 加密反追踪法 我运用了很多追踪软件 这些人给我反馈的结果都是空白 还有一个人 什么人jourd着呢 这些人恰恰恰都的 你还损了吗 请问缠组 运用一个人的 人恰恰恰,好几乎 我们早就必须的 如果你们随时出 我再找出来 队长 在我吴克这儿 只要对手够强 他肯定会激发我的斗志 跟我的灵感 请各位领导 各位兄弟们放心吧 我吴克 一定 我一定能 把电脑后面的兄弟们给揪出来 看看你 果然是电脑高手人 综合吴克的推理 先依人的特征已被锁定 此人对魏洪博了如指掌 陈雷推断出凶手的作案动机 陈队 我想起来还有个地方没有排查 在哪儿 金汇公司 你说他们账目上是三千万资金 夏洛博凌智 对 当时我让魏洪博过来报案 可是他到现在还没过来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一趟 这是我们家男人的手机 李楠妈妈 其实你爱护子女的方式 我们都能理解 可是光凭爱护根本就治不好她的病 你得配合我们 我们一起努力 先找出她的病根好吗 好的 怎么了 徐静棍 李楠妈妈 没事 我只是想问一下 李楠最近都跟什么样的人接触过 没有啊 我们家男的挺乖的呀 那在她病情加重之前 有没有什么人找过她 陈队 周队 有新发现 我们从韩文婷的手机里发现了大量 经由彩性接受的不亚照 经过技术分析 发现韩文婷电脑里储存的照片 只是拷贝 但是手机里面这些也不是母本 这些照片根本就不是她的 没错 刘斌那边分析过了 这些照片的分辨率都特别低 我推断应该是通过监控摄像头倒拍的 谁发了这些照片 我们查过了 都是没有在营业厅登记过的截片卡 如果要查到源头需要大量的视线 那么韩文婷很有可能是遭遇了某种敲诈 所以才会向卫红搏损要五百万 来 陆姐 我带回来那根厂灯吧 应该就是韩文婷了吧 没错 另外我们从死者指甲缝里提取到的碎屑 经过化验 证实是来自某意大利品牌的真皮沙发 沙发不错啊 还是意大利进口真皮的沙发 我想我知道第一案发现场在哪儿 魏红博的办公室 叫刘斌出请 我们过去 好 好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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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警官 我想起来了 前两天是有人来找我们家楠楠 那天楠楠接了个电话 好的 我一会儿下来啊 妈 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回来啊 好 早点回来啊 好 知道了 别忘了回来吃晚饭啊 知道了 让你来吃晚饭啊 你来吃晚饭啊 这一会儿才是 你来吃晚饭啊 奶奶 过来一下 你交男朋友了 妈 你别瞎猜了 我现在正出于事业的上升期 哪顾得上谈男朋友呢 你还骗妈妈 刚才楼下的男孩谁呀 你们俩还拉拉扯扯的 她 我闺蜜韩文婷的男朋友 我们就去会一块儿玩过几次 你别瞎想啊 那就更不应该了 既然是好朋友的男朋友 那怎么还那么拉拉扯扯的 那就更应该保持距离才对了 那怎么能这样呢 知道了 知道了 妈 怎么了 楠楠 没 那你还记得她的名字吗 名字 不知道 我们家男的还真没提起过 行 谢谢你提供的情况 不客气 我这儿不是为自己女儿吗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谢谢 你知道李楠的病情 为什么会突然下转吗 不会是因为 韩文婷的死亡照片 让她受了刺激 如果说凶手之前发的老照 只是为了威胁和恐吓李楠的话 能收这张照片的话 足以使她彻底崩溃 从李楠的发病时间上看 正好是收到韩文婷死亡照片之后 在时间上 这一点是个不合理 可怜的李楠 这个许登 我们之前的调查 好像没有发现 韩文婷有男朋友 所以说 我们得再去韩文婷住住 重新做法 你们是来找魏总的吧 她在里边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其他人呢 你们是来找魏总的吧 你们是来找魏总的吧 魏总说她不干了 然后 又把员工权给浅散了 你为什么不送 我这不正收拾东西了吗 你看你们就来了 文子 让人看看 好 好 杨伟业 是我 要去哪儿啊 我随便转转 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带好 要不然神经个安全 是是是 住车 是 魏红伯 还有功夫喝红酒呢 魏红伯 魏红伯 醒醒醒 队长 有病 是 是 文子 那是 魏红伯 魏红伯 他们 就是 那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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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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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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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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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